一走就走了三年 走了拿了80块钱 买了一张车票70块钱 还剩10块钱就走了 然后在南京 一干就干了两年 然后这两年的老板也挺好 因为我们自己就跟朋友一样 基本上就是所有钱都拿去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开销 也不开我公司 就是我说要用钱的时候 把公司一月一千块钱 就全都给我了 反正就是每年 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学习 然后过年的时候老板说 你这个太差劲了 要过年了吗 说我给你买身衣服吗 到最后真的是达了几年功 最后上班的衣服 都是老板买的 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容易学得了东西 因为技能嘛 才是真正的你的生活之本嘛 学成了 学成了 然后08年就回了北京嘛 2012岁吧 那个时候年纪基本上就是失望了 基本跟那个大学毕业的 那种清华北大金的工资 差不多了嘛 然后自己22岁 开始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嘛 你有生意吗 特别没有 因为开在那种写字楼里嘛 就你从小区下面路过 你都不愿意上去 因为没有人 哪有开在写字楼里的 最开始大家说 没有生意 花店应该开路边嘛 但就从那一年 第二年之后 所有的花店 50%全部都搬到写字楼 那你怎么做到 怎么把生意挽回的 因为都是网上找嘛 那个时候开始写博客 就每天就分享嘛 就没有 然后就拍照片也要分享 就坚持 然后就一直一直 生意就好起来了 知道从网上引流到线下 然后后来大家就都搬写字楼了 因为觉得门店 房租太高了 现在怎么样 13年吧 就做的就比较好了 一年我就伺候25个客人 就够了 然后那年自己过生日嘛 说给自己买什么礼物呢 就特别人性 房子不错 买套房 到还没限购呢 12月份圣诞节 说给自己买个礼物吧 买辆车 因为在最早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在做很多这种大的产物 包括一些活动啊 一些明星艺人之类的嘛 因为当时可能12年 你在市场买到平面的杂志啊 市场上面有花的封面带艺人 基本都是从都是我在做 这个业务 是怎么开展的呀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做就是只是做花嘛 后来呢 就有杂志找过来 说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们这些 做一下搭配 然后这一发就不可收拾 就别人别的 这个人做的 我们要找他 然后就大家都少来 现在做这个做的多吗 现在已经不做了 因为已经你做到了 就是一定的状态 一定的财务自由 那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人 去享受这份生活 而且用不贵的方式 大部分人喜欢花 却并不懂花 对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